來,我們先跟老師介紹一下 怎麼樣調整那個Advent 它的 錄製的尺寸 或者說整個專案的尺寸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從根本做起 也就是以後 你只要一打開 就是1920x1080 另外一種是 我不小心已經 打開了 專案檔已經有了 我去個別調整 我們先看第一種方法 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這個Logo的地方 有沒有這個Logo的地方 按下去 有一個 叫做偏好設定 在這裡 找到了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預設的工程大小 在這個 您可以來這邊 不用自己打 直接用預設大小 有沒有找到1920x1080 自己打比較麻煩對不對 還要懷疑 自己記的正不正確 點下去 這樣子下次呢 你只要開新的專案 就都是 這個尺寸 第二種方法 我現在這裡已經有了 怎麼辦 沒關係 請從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設計 這裡 按下去 告訴他在右手邊 換燈片的大小 如果你要調整 很多個就同步 一起選起來 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這個時候呢 你的內容 他會自動幫你做 縮棒的動作 確定 這樣就是1920x1080 你不要這麼辛苦說我還要在這邊做調整喔 這樣絕對會有出錯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去做就OK了 那 其他的 像插入這些什麼文字啦 標題啦 我想 這個應該老師都很厲害了 包括都 很熟了 我就不用講太多 就不用講太多 如果說你覺得 想要插入像這個視訊 標準的 是從這邊 你也可以插入聲音 他本身其實有螢幕擷取的功能 甚至有圖片編輯的功能 就是還蠻豐富的 如果老師有興趣 你再稍微 就是 鑽研一下 那基本上的 使用 就是像這樣子而已 很單純 使用起來 應該算蠻輕鬆愉快的 謝謝